我叫蒋芳 在阿里巴巴已经工作了23年 从1999年这个企业初创时就已经加入了团队 在疫情期间我们确实也遇到了很多突发的很困难的事件 所以我们首先对疫情中比较严重的国家采用了不同的工作模式 并且我们也在全球范围内提供了hybrid的混合工作模式 允许员工根据不同的情况来自由地调配自己的工作状态 到目前为止 80%以上的阿里巴巴全球的办公室都已经回到了可以回办公室工作的状态 我们也为全球的阿里的员工购买了专业的经理支持 这样遇到了一些心理压力的时候 大家可以借助这样专业的服务能解困 同时我们也为员工提供了一些陪伴家 提醒大家即便是居家工作 也需要拿出专门的时间来陪伴家人和陪伴自己 挽留人才一直会是每一家公司非常在意非常挑战的一个工作 尤其是在今天这样的困难环境里 对阿里巴巴我们也感觉到有很大的挑战 但是阿里是一个已经发展了23年的团队 所以我们知道在这样困难的时刻 我们只有两种方法可以留住我们的人才 一个就是有勇气不断探索新的商业机会 让大家有空间可以发挥自己 第二个就是永远认真的去建设我们的文化 用我们一致的文化把人留住 阿里巴巴确实是从第一天开始就非常鼓励团队的组成是多样的 我们的员工有超过40%的女性员工 在高阶管理者中有超过30%的比例是女性员工 我们是依则鼓励年长一些的管理者 要多了解年轻人 多和年轻人沟通 所以在我们内部各级的高阶管理者都拥有他们的round table 像我们的CEO他就拥有一个很著名的圆桌品牌 叫做果汁会 他会请年轻的一线的同事 以一边喝果汁一边聊天的方式 来交流彼此的思想和看法 最吸引我在阿里巴巴长期工作的是人 这里包括我的客户 我们的同事和我们的合作伙伴 这一路以来他们其实给了我非常多的激励 所以把我从一个非常内向 喜欢过简单安逸生活的个体 改变成为了一个愿意迎接挑战 不断调试自己 不断保持学习的个体 所以到今天为止 我还在这里兴致勃勃地工作 是因为我在这里每一天都有成长 我们一起进行了 我们一起进行祠的 再一个移病 我们在这里